伤口百贵 并不是十分出众 那么为什么隐退了这么多年 人们依旧对她念念不忘呢 首先说说山口百贵的初神 山口百贵是一个私生女 初神就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山口百贵的母亲常常带着年幼的她四处辗转 放学后还要打零工勉强维持家用 虽然生活很困苦 但是却让山口百贵更加冷静坚强 也让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没雨 先充满了忧郁的气质 后来年仅13岁的山口百贵 参加了明星诞生的节目 凭借新秀的长相以及甜美的嗓音 一举获得了季军 从而得到大家的关注 山口百贵就像是被上天眷顾的女孩子 自出道以来就一度辛苦谈的 无论是客串电视剧 还是发布新专辑都非常顺利 虽然山口百贵没有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是后天事业的成功 也算是对山口百贵的另一种补偿了 当血移传入中国的时候 山口百贵这个名字 似乎在一夜之间火遍了中国 当人们想看更多关于山口百贵 饰演的电视剧的时候 才知道山口百贵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吸引了 这个火遍亚洲的女星在她饰演如日中天的时候 选择吸引 可谓是让无数粉丝伤心落泪的 那么山口百贵为什么会选择吸引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十五岁的山口百贵遇见了大她七岁的三浦友和 山口百贵一眼就爱上了三浦友和 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带给了山口百贵一种安全感 一种山口百贵从未感觉到的爱 而三浦友和也深深的爱上了山口百贵 两个人就开始饰演迎平情侣 很少分开饰演 并不是两个人不想分开 而是一旦他们分开饰演电视剧 粉丝们就会有形式微不得已 所以两个人就只好一直饰演情侣 而私下里两个人几乎掩然一对情侣 但是自小缺乏爱的山口百贵迟迟 不敢表达自己的爱意 而三浦友和却主动表达了爱意 山口百贵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最终考虑了半个月的时间 山口百贵终于回复三浦友和 要是山口百贵二十岁之前 三浦友和依然心意不别 两个人就在一起 转眼山口百贵迎来了他二十岁的生日 而三浦友和他直接向山口百贵求婚 山口百贵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并且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选择吸引 从此相夫教子 山口百贵的这个决定 不仅令山浦友和大吃一惊 同时也让山口百贵的粉丝们伤心不已 认为一个女人不必要为了一个男人而放弃自己事业 但是山口百贵是执着而坚定的 山口百贵幼年时候被父亲抛弃 家庭的破碎令山口百贵一直渴望家庭的温暖 后来山口百贵大火后 他一直没见过面的父亲就跳了出来 打着山口百贵的旗帜四处招了撞骗 山口百贵的伤疤就这样 被揭露出来大白于天下 在山口百贵的父亲闹了一段时间之后 山口百贵终于忍无可忍 与这位父亲对补公堂 花了一大笔钱与他断绝了关系 在这次事件之后 山口百贵依旧对山口百贵不离不起 从那时候起山口百贵 对家庭的观念就更重了 就有了后来山口百贵一求婚 山口百贵不仅同意 而且还选择了吸引 并且过起了相夫要子的生活 山口百贵作为一个火遍了亚洲的顶级巨星 也影响了很多后来的明星 例如巨星龚历当年就是因为长得像山口百贵 张一谋才选择龚历出演 《红高原》这部电影从而大火 哥哥张国荣一直都收山口百贵的铁粉 在后来张国荣准备告别歌坛的时候 在告别演唱会上场 的就是山口百贵的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